應該是朱立倫吧 因為小時候對蘇貞昌沒什麼影響 蘇貞昌那個時代是比較有感 就是經濟比較 朱立倫這幾年好像沒什麼在做 以前蘇貞昌做的 有一個從裡面受死在的人 人會覺得朱立倫可能也有可能 是因為我們的小孩子出生在這最近 印象深刻就是朱立倫 比如說肇事或者是什麼情假 然後來請假然後去選總統 最近這幾年就是耶誕城 大概也辦了五六年 其實都是朱立倫做的 我都覺得沒有那麼特別的感覺 對 不論是蘇貞昌或者是朱立倫 我覺得還好 我是覺得蘇貞昌做的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他那時候有 他有做很多建設 這是事實 那可是 還是回歸一句話 台灣現在政府他不是站在人民這邊 有改 勇敢的改變 有改 勇敢的改變 有改 勇敢的改變 其實還好 就捷運吧 那是 路變很大 我是治長生意不好 變成都是機車載騎 山頭是比較少 比較沒什麼病 新北的話就是這個 三百三千 也要放在這裡 新北的耶誕城吧 公園有變得比較多 板橋周邊變比較方便嘛 就是建設變比較多 然後還有蓋什麼捷運的東西 就是像公園的遊具 這幾年就是有把它 重新就是在規劃比較有趣一點 比你有挑戰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我都不曉得跑到哪裡去 不往賣場去 傳統市場的聲音真的 很難做 還是經濟上是 希望怎麼提升我們的工作機會 跟那個 因為我們是因為 客人沒有工作 是收入變少 買我們東西才會變少 我搭捷運所以很久 到台北市中心還蠻久 我覺得在新莊最大問題 就是捷運站吧 因為像我們捷運 雖然這邊都有捷運站 但是我們一坐的話 要繞一圈才可以到台北市 就蠻不方便的 單從新莊其實是比較 算是比較便利性的 因為就是捷運 什麼就是都有到 可是如果是比較偏 偏偏偏偏偏遠的地方 比方說靠近宜蘭 石定啊深坑那邊的話 其實就是 就是怎麼講 就是對於那邊的居住 居民來講 還是比較不方便這樣子 問他說就是 為什麼新北房子 到底為什麼那麼貴 我自己我就覺得 租房子其實都 對我來說就很困難了 然後更別說 就是買房子這件事 因為我最近有在找 就是保姆 然後就是 因為你也知道 公托很難抽到 然後想要問說 市長有沒有針對 這方面未來有一些 相關的對應設施 是教育方面吧 就是像高中方面 就是可能跟台北市比的話 可能在高中教育資源上 差比較多 對我們剛畢業的 來講是比較不容易 就是你要找一個 可能有一般在家裡面住的 那種水準的房子 可能都還是偏貴 我想問他福利政策 還可以做到 尤其像公佑跟公托 為什麼我們一般市民 沒有優先權 然後反而是一些 可能新住民 或是一些特些規定 他們有優先權 我不懂為什麼 一直以來都滿多地震的 然後就是 台灣有很多老舊的建築 可能房子的結構 就是可能不太穩 然後可能會要加強一下 房子的結構 這樣大家會住的 更安心更安全 對 那請問有 有計劃要做這件事情嗎 歷史以來都是交通的問題 其實台灣的交通 原本一開始的規劃方向 就是錯的 因為台灣現在是車種分流嘛 摩托車要靠右 汽車要靠左 其實這對摩托車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其實世界各國 比較先進的國家 都是車速分流 取消進行機車嘛 你機車才有可能靠左邊走 我覺得汽車 那個摩托車亂停吧 也是因為推車啊 可是有很多都亂停在 紅線或者是斜坡上 所以有時候會 我們要繞過去馬路上 這樣做小孩來講 是比較危險的 老人的運動設施方面 應該 還有空間可以再加強這樣子